台湾真的是行人地狱吗 台中有一对母子日前遭到公车撞上不幸身亡 再度唤起台湾让人诟病已久的行人路权 受到牧师的问题 高雄警方取缔抓到一名骑士涉嫌为领让 但这名骑士反之一 警方说要与行人保持三公尺的距离 却认为说这个界线不明确 上网求解 结果网友一面倒反呛 说光是在路口闪灯的时候 就应该要减速先停在旗了 而无独有偶的是 在台南有行人上街 在斑马线前面站了快要一分钟 就是没有汽机车要停下来 让他先通过 让他指喊这根本就是行人地狱 双赞骑士从眼前骑过 还没来得及踏出一步又有车过来 汽机车来来去去 行人被迫站在斑马线前迟迟走不过去 我不要啊 以为有空档才往前踏一步 车又来了 吓得赶紧倒退 短短50秒 初估30台汽机车从眼前经过 走路民众感叹人生好难 过个马路而已 搞得像行人地狱 有行人穿越时不暂停 让行人申请通过处罚 新台币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 重回当地 是坐梯子路口 以思梅号制 汽机车一台过 大家跟着过 行员怕被撞 无奈沦为弱势 涉嫌没礼让高雄这名骑士 直接被罚 路上有行人 骑士没停 从面前弯过去 吃罚单 却也喊冤 直一三公尺界线不明确 又被围停车挡住视线 上网求解 结果多数网友一面倒 要他路口就该减速先停 不是看到有人要过 才要停 驾驶行人都该将心比心 不是被动靠开罚 才来遵守交通规则 记者综合报道